第三点我们来介绍稀有气体 也叫高贵贵重或者贵族气体 会这样讲是因为这些贵重气体 显示它们有极低的反应性 就好像黄金一样 反应性非常低 不容易跟其他元素产生化学作用 所以叫高贵气体 好,有哪些呢? 有亥、乃、雅、各、山、冬 这是氦气,英文先贝 H1,再来是奶气 N1,再来是雅气 AR,再来是个 KR,再来是山 X1,再来是冬 RN 这些气体除了冬具有放射性之外 其他都会存在空气中 什么叫放射性 这在国珊才会学到 就是在自然界中的某些元素 它本身会放出α、β或者γ射线 而变成另外一种元素 这个叫具有放射性 其余都存在空气中 空气的气体中 稀有气体大概占了0.94% 其中亚气就占了0.94% 所以亚气是稀有气体里面最多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空气里面最多的是谁 氮气N2 第二名是氧气O2 第三名就是雅气 大概只有0.9%而已 性质非常非常安定 不可燃也不助燃 在常温或者高温的时候都不容易发生反应 其实还是有反应在高中才会学到 所以他们又叫做惰性气体 接着我们来介绍用途 第一个介绍氦气 氦气的密度仅大于氢 但是氢气如果拿来填充气球的时候 氢气具有可燃性可能会产生爆炸 而氦气是惰性气体 它不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所以可以代替氢气来填充气球 我们来介绍一下新灯宝号 中文字幕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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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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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亥、雅各、三 他们在通电的时候 发出光的颜色都不一样 这不需要背 国中只要背奶气 通电发光是红色 接着我们来介绍雅气 在空气中含量占第三位 是多性气体中含量最多了 他可以用在焊接金属的时候 可以防止金属和氧作用 就是作为焊接时的保护气体 他通常跟二氧化碳混合一起使用 这是第一个用途 再来他可以填充入灯泡内 可以防止灯丝氧化 延长灯丝的寿命 还有可以用来保存文件 像在博物馆里面 非常重要的文物 在玻璃柜里面都会填充雅气 再来他可以做灭火器 叫气体灭火器 像有些实验仪器非常非常的精密 所以在撕火的时候 我们是用雅气来当灭火器 这样才不会破坏昂贵的实验器材 那我们来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用气球来展示 惰性气体密度跟空气的密度比较 如果密度比空气小的话就往上飘 密度比空气大的话就会下沉 好我们看哦 这是氦、奶、亚、各、三 好我们先来看氦、亦是第二氢的 所以它往上飘 再来是奶 奶也是往上飘 但速度比较慢 这来是雅气跟个 雅跟个比空气密度大 所以会下沉 再来做一个是3 3的密度比空气大比较多 所以整个往下沉